第一次我們要上的是這個 蒸發 前面有跟你寫過 氣化有兩種 一種叫做 一種叫做 蒸發 一種叫做沸騰 氣化有兩種,一種叫蒸發 一種叫沸騰 這兩個東西有哪裡不一樣 第一個 溫度不一樣 沸騰是有一定的溫度 沸騰會在一定溫度 就是所謂的沸騰 蒸發沒有一定的溫度 只要你是一米 比如說水 0到100多星 任何溫度都可以蒸發 只是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蒸發比較旺盛 溫度比較低的時候蒸發比較不旺盛而已 但是呢通通都可以蒸發 所以 沸騰是有一定溫度的 沸騰是有一定溫度的 但是 蒸發呢是 沒有 蒸發是沒有一定溫度的 都可以 好 再來 蒸發只有 蒸發只有表面在氣化 蒸發只有表面的 就是靠近接近空 以誰接近空氣的 那個在氣化而已 而沸騰呢 是全部 全部 所有的 所有的 都在氣化 所以它的 氣化的範圍不一樣 氣化的範圍不一樣 蒸發只有表面在氣化 沸騰呢 是全部的都在氣化 沸騰全部都在氣化 另外一個不一樣是 蒸發沒有泡泡 沸騰有泡泡 你媽媽 晎衣服 水會 蒸發衣服都乾掉了 有看到你媽媽曬衣服的時候 你們都在冒泡泡的嗎? 而是煮水餃的時候 水滾的時候會有很多的泡泡 所以不一樣 所以我們說蒸發沸騰不一樣 沸騰有一定的溫度 蒸發沒有 沸騰是全部的東西都在氣化 蒸發只有在表面 蒸發的時候沒有泡泡 沸騰的時候有泡泡 下一個是小學唸過的 就是昇華 固體沒有經過液態 直接變成氣態叫做昇華 倒過來就叫做凝華 那我講過台灣有一些怪人 把兩個都叫做昇華 那這樣不好 要分不出來 都要 一個是要昇華 一個是要凝華 點會昇華 點會昇華 紫黑色的點蒸氣受熱之後 會變成紫色的點蒸氣 還有這些東西會昇華 點會昇華 乾冰這個重要的 那我會再提到它 蟑螂 台灣現在蟑螂比較少 後來應該是說最早很流行 後來不流行 最近就稍微流行點 那個蟑螂 耐玩 耐玩是石油化學工業的產品 丟在那個男生廁所小便斗裡面 一顆白白的那個東西 那有人把蟑螂就丟在衣櫥裡面 防蟲的也是這樣 它耐玩跟蟑螂玩的用途基本上是 一樣 一樣 只是一個是所謂的天然產品 一個是所謂的 石油化學工業的產品 它都會 昇華 直接從固體變成氣體 所以我們就問了一個笨問題 衣櫥裡的蟑螂 放在那邊 慢慢就不見了 可是也沒有看到水 請問你它是屬於 三態變化中的 哪一種 請問你 好了 我不成功 不成功就算 二一 几粒 升华 你做 升华的現象 直接消失升华 OK OK 好 我們平常說一個東西是固態或液態或氣態 指的是它在常溫常壓下是什麼 因為東西的狀態是會受溫度跟壓力的影響 不同溫度不同壓力東西就會呈現不同的狀態 平常說木頭是固體 水是液態指的是它的常溫常壓下的狀態 常溫指的是25度C 常壓指的是一大氣壓 但是如果你的溫度壓力不一樣 就會出現不一樣的狀況 比如說 正常情況下冰在零度就會融化 可是如果你加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兩萬多的大氣壓 那你會有個76度的冰 76度它還是冰 76度它還是冰 所以 溫度壓力會影響東西的狀態 那 平常說的固態液態 氣態 這個東西液態 就是指的常溫常壓下 然後它還除了會影響霧態之外 它還有一些別的影響 比如說 這是另外一個剛才講說液態 空氣平常是所謂的氣態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可以放低溫 你可以放高壓 然後呢 它就會變成液體 淡藍色的液態空氣 你們家裡如果是叫瓦斯的 打電話給瓦斯航送桶裝瓦斯的 一桶一桶的 那叫液化石油氣 它本來正常情況下應該是氣體 可是我卻加高壓 讓它變成液體 這樣方便我來儲存 然後我來輸送 來輸送 所以呢 不同的溫度跟不同的壓力 會有不同的狀態 因為有些會影響熔點跟沸點 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 壓力會越大 熔點沸點會越高 但是水又有異常現象 但是這個異常現象高中才交 國中不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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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別的玩意 他們都是壓力越大 熔點沸點會越高 那倒過來就是壓力如果越低 熔點沸點會怎樣 越低 因此就有一些現象 在山上煮開水的時候 水容易煮開 山上的氣壓小 山下要煮到100度才開 山上可能只要煮到90度就開了 或者80度就開了 所以水容易煮開 但是米不容易煮熟 什麼意思啊 因為你平常在洗米 有辦法去鍋子裡面有水去煮的時候 在山下那個水是幾度的水 100度C的水 在滾 然後去煮那個米 可是到山上可能80度就滾了 你是拿80度C的水在煮那個米 所以這個米就反而不容易煮熟 所以水容易煮開 但是米飯不容易煮熟 壓力鍋 你們買那種壓力鍋 裡面的大壓力可以很大 壓力很大就可以使沸點變高 於是你在外面是100度C水才沸騰 裡面可能要120度C才沸騰 所以等那個水滾的溫度比較高 溫度比較高所以東西容易煮熟 你燉東西容易燉的比較爛 因為你用比較高溫去煮它 比較高溫煮它 那醫院裡面的就更大 高壓蒸氣鍋 壓力就更大 所以溫度就更高 所以就可以拿來殺菌消毒 因為高溫把那個細菌給載掉 殺掉 這就是壓力會影響它的溶點跟沸點 一般而言是壓力越大 溶點沸點就會越高 水有異常高中在焦 那除了生態之外有別的狀態 液晶啊都液態 就看看就好了 有一些參考書說它是第四態 那是不對的 那是不對的 在液晶之前就有第四態 電漿態 反正它就是別種狀態了 那這個我們國中也不太期待 你就知道說 知道說除了固態液態氣態之外 還有別種狀態就可以 好 水的生態變化 水循環 生物交過 地理交過 未來地科會再交一次 蒸發凝結降水 然後地科會告訴你這句話 水是地球上唯一可以三項存在的物質 不需要人處理 不需要人處理 自然界中就有氣態的水蒸氣 液體的水跟固體的冰 水是唯一可以三項存在 然後所以它才有蒸發 才有凝結 才有降水的循環不移的動作 然後就有一些問題 就這個 你看不見水蒸氣 沒有顏色的氣體 你看不見 沒顏色的氣體 你看不見 你看見的煙 就不是氣 小液態或者是小豬炭 你沒看到的煙就是小液態或者小豬炭 你看得到 好來 這邊就是煙 誰做的 雲 全設考過 雲是什麼東西 雲是看這樣的小水滴或者是小冰塊 雲可以是液態也可以是固炭 天上做人就固炭 做人就液態 中間講話 嘴巴張開 白煙 哪來的煙 小水滴 哪來的小水滴 水蒸氣凝結 誰的水蒸氣凝結 口水 講口水有點噁心 水巴吐出來的氣體裡面的水蒸氣 碰到外面冷空氣凝結 形成的小水滴 冰塊 冰塊旁邊有白煙 冰塊旁邊有白煙 白煙小水滴 哪來的小水滴 水蒸氣凝結 哪來的水蒸氣 空氣的水蒸氣 空氣的水蒸氣 空氣接近冰塊 冰塊旁邊的溫度比較低 又凝結 變成小水滴 還有一個 我根本沒有消水 還有一個熱水也有煙 熱水也會冒煙 熱水會冒煙對不對 煙 小水滴 水做的 水蒸氣凝結 哪來的水蒸氣 熱水 熱水 熱水往外蒸發的水蒸氣 碰到外面的空氣 以下的 遇冷凝結成的 小水滴 小水滴 OK 蛋 乾冰 這個烤過 烤過不只一次 舞台效果 煙霧彌漫 人雲駕霧 用乾冰製造 你們玩乾冰冷氣 旁邊都煙嗎 好 煙什麼東西 小水滴 不是二氧化碳 乾冰是固體的二氧化碳 昇華之後變成的是氣體的二氧化碳 你看不見 沒有顏色性 你看不見 這個白天不是二氧化碳 那誰 小水滴 哪來的小水滴 水性凝結 哪來的水性 空氣中的水蒸氣 因為乾冰昇華的時候要吸熱 所以旁邊的空氣的溫度會降低 所以水蒸氣就凝結成小水滴 所以乾冰所製造出來的煙霧是小水滴 空氣水蒸氣凝結成的小水滴 有問題嗎 這好多不只一次 乾冰的問題好多不只一次 好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沒有 就 有課堂練習 我會有問題 幫你霸氣 才沒問題 沒有問題 對啊 我就想